而乌战士方面 乌克兰的西部城市利沃夫在4号 遭到了俄罗斯的空袭 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 52人受伤 而乌总统泽电斯基就呼吁 国际社会要关注 俄方的恐怖主义行径 他同时也指出 乌军在俄库尔斯克地区的 所有既定任务都在得到执行 乌军谋旅4号公布无人机拍摄画面 称乌军坦克在多涅茨克地区的 伊万尼夫卡村与俄军作战 而伊万尼夫卡村上月 据俄国方部称已被俄军控制 而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 乌军4号发布的视频显示 大批楼房墙体和门窗被摧毁 碎片散落一地 停放在街道上的汽车严重受损 现场人员正在展开废墟清理工作 俄军4号对利沃夫发动导弹袭击 造成多人死伤 塔斯社援引俄国方部的消息称 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机 实施此次空袭 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 同一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回应称 到夕地区的救援行动已经完成 呼吁国际社会 对俄罗斯的恐怖主义行径 做出反应 泽连斯基还表示 听取了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 当天有关前线波克罗夫斯克 托列茨克等各个方向的汇报 他指出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行动的 所有既定任务都在得到执行 与此同时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4号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 并视察了上月发生火灾的1号冷却塔 他表示 火灾并非冷却塔底部起火所致 有关火灾原因的调查仍将继续 另外 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到访柏林 他与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的会谈 预计将讨论乌克兰局势 德乌两国的国防安全合作 以及加强乌克兰防空等问题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